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职场教路之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04-6566或是传电邮帮我们 在我身边的嘉宾是要财政许研究部的经理 陈慧聪 Jason Jason 你好 Jason 先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陈小姐 在电话旁边 陈小姐 早晨 陈小姐 是 早晨 早晨 我想问338 是3200乗买了 今天想走 因为下午那日是有牌子 一定会跌很多 我想问今天需要挖多少钱走 3200乗买了现价3元位置 想在除静日前 translates 怎样做好 走不走好 這支股份你問我短期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股價也在一個窄幅的區間裡拉矩 你看到最近這兩個星期 一直在2.95至3.1這些位置做一個橫行 所以如果你說要走的話都可以 但是你說今天裡面的波幅 我暫時看都不會太大 你說上面大概3.05左右 下面可能大概2.97左右 可能這些區間裡找些位置走 但是你說接下來派息 是不是就等於股價一定會大跌呢? 當然如果你說單看那個叫價位上面 就一定會有一個所謂叫做調整那個除淨的因素 但是如果你說你計算那個收息方面的因素的話 理論上那個股價上面就不一定會令到你虧了很多錢 所以如果你說純粹擔心除淨會令到股價大跌 會令到你有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相信這個概念就未必是正確 但是如果你說短期見到股價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突破 沒有什麼特別消息刺激的話 你說去到減持甚至乎全部沽下去 我自己都覺得是沒什麼問題的 上面比較大的阻力區都是剛剛所說的 大約是3.05至3.1 好 麻煩你了 還有其他問題嗎? 陳小姐 還有一個268 不知什麼時候 268 是不是? 2.3買的 好 金碟國際的2.3買了 現價2.54 今天最高見過2.57 軟件股繼續有炒作 2.3買了暫時有利潤在手 指贈位是多少錢呢? 268來說 今年來計算升得是相當之厲害的 特別在7月份大概過3這些位置抽上來 上到現在見到都大約升了一倍左右 你說單看回之前公佈的中期業績 雖然叫做油規轉型 但是那個利潤方面都只是說八百多萬而已 就不算多的 所以你說這一陣的升浪 除了你說反映到之前的業績油規轉型之外 亦都是在反映現在市場上面 對於今年下半年 甚至乎去到明年來講 都會有個相當之亮麗的前景 包括國賊方面仍然都會對於這些 原件企業會有個比較大的扶持的力度 接下來你說三中全會 會不會都會有一些相關的政策推出 令到這些的板塊會進一步受惠 這些的衝勁 其實或多或少都在近期的聲勢裡面 是正在反映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去到這些高位 接下來又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政策再推出的話 我估計你說這些位置再急升的空間 就未必說會太大 初步看回之前說的是今個月初 兩個六毫半這些位置 就暫時會有個比較大小小的阻力 所以如果你說要沽 其實我覺得你說大概兩個六左右 都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你說下面你訂一個叫止賺價的 都可以放在條十天線附近 現時條十天線就去到大概兩個四毫半左右 接下來如果你說股價是連條十天線都守不住的話 你亦都可以考慮去減一減榜 好,謝謝 還有其他問題是陳小姐 還想再問一個1093 我是四個二買的 好,1093 就是石藥集團四個二買 暫時來說就賺六千 想怎樣做好呢? 是否也想走了 是呀 現價四個兩毫六 少少微利 怎樣做好呢? 如果你說你四個二買 現在升了六格就走 除非你是一個叫做很短線的投資者 否則的話我覺得有個策略上面 定得又不算太過好 因為你看到近期的股價又不是說 什麼特別的移動 也不是說什麼很大的利淡消息 就說會令到股價大跌 當然你說去上個星期也有個消息說 聯想控股那邊都說會減持石藥的股權 但是說它那個配售的價是四個零五 接下來你說股價會不會跌回這些位置呢? 你說單體那天的消息出道理 見到這隻股份都沒有什麼跌 反映市場上面 其實就不是那麼介意聯想的減持 所以我自己看這隻股份 就未必需要那麼快去到放了去 接下來我相信它仍然還是有機會 可以破一個高位的 初步上網的目標 我看到上去大概四個八了 謝謝家庭觀眾 陳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家庭觀眾 何小姐的電話旁邊 何小姐你好 你好 兩位早安 現在想問那隻168 我是兩個1號6買的 現在怎麼辦呢? 現價1.83 升超過1% 上星期五復牌 因為跟潛在投資者接觸 股價急升上來 但仍未回到何小姐買入價 怎樣做呢? 當然 你說之前的停牌之後 公佈的消息 都令到股價升上來 現在大家都可能有些期望 會不會有些更加大型的企業 會入股這間公司 又或者會不會跟其他一些 做LED等等的公司 去做一個合作呢? 那這些消息呢? 都令到近這幾天 那個股價都叫做 上去過百流上 但是你看回 你說上到這些位置 其實他見到的成交 又不是說特別配合的 反映市場上面 對於這個消息方面 那個的刺激 又不是說真的太大 那上面你都可以留意 現在2元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很大的阻力區 那接下來如果股價 有機會上去2元 又看到成交又不是說 那麼配合 接下來出的那個 就是比較具體的消息 亦都不是說真的那麼理好的話 那我相信到時候 都可以考慮去走一走些貨 好,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何小姐? 有啊,另外那個是729 好,729的 好,那就見到 是中序電池 本身有沒有貨價? 有啊,0.351有貨 好,3毫5千1 現時3毫 大概3毫的位置 暫時跌至0.5才下來 世家股捱緊鑑 亦都在九月尾的時候 進行一個配股的情況 怎樣做好呢? 這隻股份似乎炒消息 比實際基本面多 因為你見到他之前 就說向李嘉誠方面配股 大家當時都有一個憧憬 會不會李嘉誠、阿誠哥入股 就等於這隻股份 會有一個很兩例的前途 但是你看回其實他在過去那幾年 做一些電池 或者一些電動車的項目 其實本身在那個發展上面 又不是特別快的 截到去今年的 叫做年終 所公佈的全年業績 其實都還是在虧錢 都要輸成3億多那麼多 如果你說他接下來的業務發展 都不是說有一個很大的躍進 我相信股價仍然都是一個 叫做橫行的波動為主 所以如果你說你拿了重貨 其實都可以想一想 股價接下來有機會炒到上去 可能是3.4至3.5這些位置 就可以去減一減遲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何小姐? 沒有了,謝謝兩位 好,多謝你電話 下位家庭觀眾 周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 周小姐早安 早安 будем請操心 青葉田大廷 今天都升了 上來 目前有積州官场 今天已經升了 和今年的9厘米 有线电视和Now 今天股价升了上来 但在过8位置买了 怎样做好呢 这股份亦都是 你说这一个消息对它来说 刺激一定是大的 始终你见到 其实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其实股价一直以来 都没有怎样升 就算当时炒那个发牌也好 但是市场上的揣测 都觉得可能会先给了Now 又或者先给了香港电视 但是如果你说今次他都叫做 有份拿到这个牌照 甚至乎是连去一个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香港电视方面是拿不到的话 反映回来一旦他真的做到一些节目出来 拿到一些广告 我相信对他的利润 都会有个叫做几明显的帮助 所以如果你说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我相信短期市场上 都还是会有个炒作的空间在这儿 初步看如果你说真的拿了货在高位的话 暂时都可以去到 就是叫做摆一摆先 不需要一下子走完货的 当然如果你说真的拿了很多 还有你自己都有些叫做资金压力的话 现水平你说走近三分一 走近一半 其实问题又不是说大的 但是如果你说接下来都可以再摆久一点 等我股价看 有没有机会上到九毫子 至到一元左右 这些位置才考虑沽售 就比较恰当了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了 谢谢你的电话 不如我们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家庭观众李太 就想买一只澳门泥晋1680 他说4.55元 已经买入了54000股 现价5元的位置 上网多少呢 今天最高见过5.17元 声势非常凌丽 瑞讯亦给他目标价去到5.1元 4.55元入了 只赚位多少钱呢 没错 因为你见到这只股份之前新股上市的时候 大家都提的比较低 都令到他的股价对比 NAV的折扬都是相当大的 近期你见到他有些所谓酒店项目 有些部分的项目叫做圆缸 还有未来有机会正式开幕 所以都令到大家对他的资产 对于股价方面的折扬 开始是收回责的 再加上就说未来都有机会 能够可以再获得更加多的赌台 进一步扩大赌场方面的收入 所以你见到近期的股价都由低位炒 炒上来炒得是相当之厉害的 但是你说短期里面都见到股价由3.6元 短短是那3天 就升了上去现在5.1元 我相信也有个超买的情况在这里 你说真的要买的 不妨是等他下来4.4元再考虑 如果你说本身之前是持货的 其实你说去到这些位5元左右 都是考虑可以先行沽一沽货 另外家庭观众李太 还想问777网龙 他就说网龙会派特别识7.77 10月28号就随证 何时买好就想收息 10月28号之前什么位置入比较好 这只股份变数亦是多 因为你单看他这次的派息方面 就不是说特别高 因为说他之前其实都曾经宣布了 就是说分拆之后 都会派回每股大概是8元留上 但如果你说这次只是派7.77多 反映和之前预期里面有点的出入 但当然你说为什么反而股价还会升上来呢 都是可能市场上有个憧憬 就是说今次去留多些现金在手 未来会不会都有机会做更加多的收购 或继续拓大一些关于网上游戏 关于其他软件等等的业务 所以就令到股价近这几天就反而是不跌反升 但是当然你说炒这个因素 其实那个变数都是很大 但如果你说接下来找不到一些比较适当的收购 又或者是收购一个新的业务回来 市场上面都不是说那么收落 对于股价来说 都有个压力在那里 始终去之前最赚钱的部分 就是91无线 所以接下来就叫做完全是卖了给人 当它没有了这个核心收入之后 接下来的盈利的增长 还能不能够保持得到呢 所以你说去到这些高位 我自己觉得就不是那么适宜去到再高追着了 反而你接下来看股价有没有机会可以下跌一些呢 我自己看就真的要买 不妨是让它跌到大概21元左右这些位置 才去到小柱考虑了 另外解答下一位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家庭观众Yammy就想买一只493国美 她就说1.22元 现价买入会不会是高追 目标价定是多少 现价来说升至7% 怎样做好 这只股份今天就发了一个营起 她都预计说今年头三季就可以由亏转营 这方面也是反映他们的线上业务 网上销售方面就做得是相对比较好一点 亦都提及到她今次的毛利率方面 亦都去到18%的流上 反映之前她关闭了部分 经营不善的店铺之后 都令到营运的效益方面提高了 既然你说短期内发了一个营起 再加上来大家都在传 内地方面会有新一轮关于节能家电的补贴政策 会出 所以股价上我觉得短期内仍是有上网空间 初步若你说未有货的 要买的可以落到1.5元左右 就考虑了 接下来目标价先提到上面的参照 好 谢谢 亦都多谢家庭观众 Yammy的电油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问Jason刚才提及的股份 有没有哪个自己有持有的呢 好 谢谢 稍后回来发达讲一场环节 下一节再跟大家见面